好,洗車吃飯 預約你了 大吉利車隊 我都不明白那些人 生間半夜發埋了 騷擾短訊也有 誰騷擾你的口水 這麼火滾幹什麼 我估計肯定是有人恩愛成幸 你倆自己看 看完你就知道什麼事 請,叫你做南公關 只能看得起你 還有些更火滾的 你真的整晚睡不著 我告訴你 少許少家意義 愛愛中家意識 小難我 我將來的感覺 還要打近 demonstration 我走 這比你個相當 那是誰拐臉的事啊 你誰啊 本人三更是哭鬆的 是哭鬆啊 我猜 我白衣公斷了氣了 我猜猜猜猜 關我拐事啊 我白衣公 85歲 沒了你 另外兩女 不是美女啊 美婆啊 你找你啊 85歲已經高手 差不多了 那她走了 我怎麼辦 那我們就一起過去 你說話 那你不一起過去 你就找回另一個老公 所以我過來找你 沒錯 你這個白衣公多歲 我才二十兩三十歲 不要找我 你不做生意嗎 阿婆 我怎麼說是你顧客 你應該安慰一下我才是 我不是做鴨子 我怎麼安慰你 你做什麼生意 你想去玩牛郎 到夜場去 等等 阿馬屎 你養鴨又養牛的嗎 哎呀 摸一下 你不是賣棺材的嗎 我猜 阿婆 我看你那一天 我什麼說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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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不罵你 你什麼 你什麼服務態度 我一二三一 不投訴你 你投不投訴 你什麼 你做不做生意 你這樣說 你投我才不做 喂 媽媽 你這樣 你發什麼短信給我 我發短信給你 幹什麼 你又不是我老婆 又不是我女朋友 你 我讀一次給你聽 媽媽 你發短信給我 是這樣的 我幾次發過短信給你 看得你是不是姓黃 我沒錯 你是不是叫黃大囚 我沒錯 那就是 我怎麼知道 你 喂 你是不是搞錯 哪個夜總會有些牛郎 和我一模一樣的 我都說不做 你不要牛了 我要棺材 我猜 我都說我不是 你你你 有什麼 他這樣寫 我家專業製造高檔棺材 可為你 或家人良心訂造 你電話號碼是不是 一三一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你打得過來就肯定是鞋 那就是 上面留了我 還有 老闆 黃大頭 訂購可享受 買一送一買大送 小棺材服務 服務有優惠 不斷發給我 我服務員工 我突然就 鮮死了 我要買棺材 就找你了 我從來沒有發過這些點訊 我是開鹹雜店的 知道嗎 鹹魚店 你又不是棺材 又不是鹹魚 鹹魚店 我開鹹雜店 賣醬油 賣醬油 賣蠔油 賣蠔油 你拿棺材來裝醬油 醬油 鹹魚 阿婆 你吃猛了 我都說了我沒有棺材賣了 你 你這樣的服務態度 今時今日不行 這樣就犯出短訊 來招攬生意 現在又不做生意 你都殺我 我們一二三一五投訴你 我又投訴你騷擾我 我幫忙警惕 你這樣 你這樣 有沒有搞錯 幫你三更打電話過來賣棺材 殺我 哪一個狗狗爭爭的老警婆 坐著山 我猜猜猜猜 七月十四 這些附近的日子 搞你這樣的企業 有沒有搞錯 不行 先把香 又是誰 你殺我 你白痴 你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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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傻的 你 發這些短訊給我 萬一送一 你什麼回事 你萬一送十給你自己 你 不不不不不 發神經的你 發這些短訊 你…我認識你的 我認識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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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識你 7月14日你問我買棺材 你殺我嗎 你你把我的短訊給你 你是不是姓王的 不要拆 你傻的 你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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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又被人罵 我瘋了 我和你講 有些棺材多 我留給你老婆 慢點慢點 我什麼時候發個短訊給你 你不是叫王大頭 沒錯 就是 什麼 什麼 四變態佬 就是這樣 搞錯 又有 第二隻電話又說我買棺材 啊 這些大師大師 搞你這樣的企業 黃大頭 哎呦 哎呦 你這麼晚過來看我 怎麼 死開啊 我和你說 站定定聽著 媽 我要和你分手啊 哎呦 哈利 你幹嘛和我分手啊 你 你正式斬透鬼啊 你 你沒有良心啊 你這樣就你外父 這樣就你外母 我什麼時候就外父外母 雖然我們都沒過門 都不可以正式地叫 但我從來都沒有抓過他們 所以你現在還沒有正式獎 你和我求了婚的嘛 我答應了你的嘛 啊沒錯啊 我們兩個都同乎 你求我什麼啊 我 你是不是很痛恨他們兩個啊 我沒有啊 你這樣 那你痛恨我啦 你咀嚼我 我更加沒有啊 你發些這樣的短信給我爸媽 你有沒有搞錯啊 媽媽媽 你不要吞兒啊 我發短信從來都是發比你 從來沒有發過比你老爸老母的 沒有啊 我手機戴上來自己看啦 看看 我家專業製造高檔棺材 可為你的家人良心訂造 啊這個號碼不是我的 蛤 你黃大頭啊 支電啊 店舖即享受買一送一 沒大送死 你的神經病啊 你 本身設為服務 我什麼時候發覺你的警訊啊 你和我爸媽推銷棺材 買大送死什麼時候想我死啊 啊 發一送一不是想我爸和媽媽一起死啊 你沒有良心啊 你沒有良心啊 你也知道啦 我是賣豉油的 沒有賣棺材 我爸媽跟我說啊 要我和你一刀兩斷啊 臭男 啊 天王啊 你發了這些警訊 啊 我知道了 肯定是以前追你的男子 他更追你不到 然後呢 就因愛誠幸地搞我 你說話啊 賴愛 你檢討一下你自己 我檢討媽爺啊 喂 我小學寫過檢討之後 大過到現在 喂 那是不是你被人整股啊 整股 我沒有知 剛才有兩隻電話都打過來 要賣棺材 我當他傻的 我賣豉油 賣醬油 賣醬油 賣荷油 沒有賣棺材 證明你呀 被人到處發短訊 整股你啦 那你檢討一下你自己 我都說我小學檢討過之後 你好人好者 為甚麼要整股你呀 為甚麼人不是整股我呀 我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有兩女喜歡我 但我已經和你結婚 所以我去成股 所以我去成股 差很多啦 我們兩個都住在一起 你 欸欸欸 你竟然有美女收買 不是啊 不是啊 我是和你住在一起 你說話 我跟你說 你就算被人整股也好 你證明人品有問題 人才整股你 沒有啊 你沒有問題 你為甚麼會整股你呀 你想想我 我都是賣醬油 我醬油裏面 只要多一點點鹽 你肯定得罪人 我整股人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得罪誰 誰呀 得罪街口的三婆 為甚麼呀 她那天呢 她說我買醬油 賣醬油那時呢 那些醬油走過頭 我買醬油 應該摳些糖過去 我說摳糖是不對的嘛 三豪哪有這麼高科技 有識群髮短訊呀 是啊 這樣也是 唉 街尾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甚麼呀 啊 那個專門上網做網吧 那個老小 你得罪他甚麼呀 她上次過來買鷹 她買了一隻香蜆 沒有 我就給了另一隻 她說不要 那就得罪了她 我告訴你 你搞不定他 我和你分手 是這樣的 哇哇哇 那我怎麼搞呀 那你電視部門了解清楚 還你清白再算 是這樣的 電視部門會聽電話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話仍要聽呀先生 我和你講呀 那個問題我反映了很多次了 這些究竟解決了妹 先生呀 這樣呀 我們幫你查過了 那經查詢呢 這些號碼全部都是由昆明的手機發出的 而且是… 那是呀但現在搞到我頭上來 是啊 兩個不同的電話號碼發出來的 你說呢 他說我賣其他東西都好呀 他說我賣棺材喔 真是 賣棺材這家東西 不是… 誰都可以賣到它的特種行業呢 師先生呀 那你有沒有想下 你有沒有得罪昆明那邊的人呢 昆明在哪處的 昆明在雲南那邊 昆明在哪處的 昆明在雲南那邊 昆明在中國的 噢… 那我都沒有去過 又沒有認識昆明的人 我怎麼會得罪他呢 噢… 那應該有第二個可能 第二個可能就是… 噢…我知道了 就是這些搞的 不是我們搞的 不是誰搞的 如果是有心害你那個人呢 是通過這個群發短訊公司 甚至自己購買短訊發送器 就可以做得到的了 這個不是我們賣出去的 先生 不是你要賣的嗎 那為什麼他會發得出來 因為他們找了那些群發公司 買了一個短訊群發器 噢…我知道了 那些公司一定是這些員工開的 不是啦 聽我說了 群發公司一條短訊收費 就不到一毫子的 噢…都是你們搞出來的 不是我們 先聽我說先 好嗎先生 可以一次過發近萬條短訊 他們基本上 是不需要過問你 就可以發送內容的了 噢…噢…噢… 講來講去都是你們搞出來 那現在我怎麼辦 先生 有兩種方法的 你想聽第一種方法 還是想聽第二種方法先 哎呀 你真是的 第一種方法和第二種方法 是有點不同的 先生 第一種方法就是去報警 報警 是呀 這是最實際的方法來的 我報誰 那我準備講第二個方案 你聽不聽呢 那第二個方案和第一個方案 又有點不同 誰 第二個方案就是 你想一想 你有沒有得罪了昆明的人 你想到是誰的話 你來整股他就可以了 整股… 好 那我怎麼整股他 整股他的話 你就買回短訊群發器 整股他咯 我懂怪賣嗎 你不懂賣嗎 啊 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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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我稍後再跟你說 這裡有一張卡片 我朋友專門做這些事 你記得跟他說 你說你要買這個群發器 不過你們千萬不要說是我 我教你的 哦 那我都說的了 這些東西就是這些教主來的 先生… 不要那麼大聲啦 什麼大聲啦 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 嘩,什麼大愁口感被人整股呀 是啊,佛先生的位子是黃先生呢 只不過是普通打工仔而已 被人整股他就說他是棺材店老闆 又被人騷擾了又被人罵了 哎呀,好可憐啊 說實話,這方面的事呢 是不是真的不能監管呢 你整齊不斷垃圾短訊才沒得監管 聽聞說熟人整鼓都很容易辦到 律師說整鼓人那個是涉及侵犯他人名譽權 話說話口水堅,人家發過短訊過來叫你做公關 那還不是侵犯我名譽權 你又不是實質公關,不過看你身材又多似 是不是這樣說話不穩陣? 不,我覺得是透了一點 開心就好,人生多無聊 大吉利車隊 時事發牢騷 日日笑聲道 比較不會老 人生不就是這樣紛紛的改良 對,你會不會老子 你們會不會老子 不是,你會不會老子 總會不會老子 坐下 坐下 坐下